你知道吗,昆明西山风景区有三处免费开放的景点 今天我告诉你,这三处免费开放的景点应该怎么逛 西山风景区位于滇池的西岸,登山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滇池 沿着茶马花街的步道一直往前走,就可以到达三处免费开放的景点 沿着山上的木栈道,可以一路沿途欣赏西山的风景 玉兰园就在西山风景区内,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玉兰园,这里也是免费开放的 在西山的山腰处还有一处抗日纪念馆 西山风景区在元代就被列为滇南八景 华庭寺就位于西山的山间,是昆明著名的佛教圣地 这里还是观看滇池日出最好的地方 当满院的花盛开时,院内的景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千年的古树和满院的樱花,使这个院内充满了神秘 太华古道游侠徐侠客曾经到访过这里 古道上峰回路转的意境,只有走过的人才能体会到 山间农家制作的泡菜,酸的甜的辣的,北方人肯定没有见过,你可以试一试 当年徐侠客游览这里后,曲折南行的山路让他感触深刻 山腰处的千年古树已成为小松树的家 这棵千年古树的上品就是太华寺 太华寺也是免费开放的 太华寺建议元旦,它由水泻长廊和南北乡房组成 这里为游客提供了速食的栽糖 太华寺再往上走 就到了龙门景区 龙门景区现在是收费的 十一路 你们快乐 中国人资源 你们快乐 感谢观看